演習 一聽到炮聲以後啊 我跳上機步車 開著車子就到了 美山的指揮所 到了指揮所以後 所以通信線路全斷了 我給防衛部 給炮支部 統統都聯絡不上 全集門島上的通信全部癱瘓 那這個時候聯絡不上 怎麼辦呢 那這時候我就上 下救星自己翻起 所以我們這些幾個應長 都是自己下的決心開始打的 司令官的命令 炮兵指揮官的命令 軍長的命令 都是穿不下的 那時候就我們應長自己下的決心 所以就開始打 所以我們都是這樣打 823炮戰時 共軍總共發射了個型炮彈 五萬七千五百三十三發 金防部副司令 趙家鄉中將 吉星文中將 張傑少將陣亡 灘謀長劉民奎少將重傷 其他官兵傷亡者四百多人 這時候 聽到了一陣 敵人的炮彈的爆炸聲的時候啊 那麼這個趙、吉、張 他們三位副司令官 還有那個劉參謀長 就馬上跑出餐廳 因為在餐廳外邊是沒有一點眼背的 那馬上啊 他們就中到了這個炮彈的彈片 趙副司令官就陣亡在這個橋上 他剛剛一撤的嘛 一撤一個跑掉就把他打中了 就復仰去了掉在這紙子裡 我們偶爾派在上 到了這個紙子裡去 預備跟他去 去、去、去撞圍了 找到這、找到這 一塊、我部的一塊、一塊肉 電台的報告官 結果就被第一群炮裡面 其中一發炮彈 直接命中在身上 然後當時神器全部炸碎、炸肥 這個槍子就掛在樹枝上 那個土鹿啊就 沿這個這個蟹泡啊 就一直滾到下那個吊包門口 中共炮擊持續了44天 近乎50萬發的炮彈 打在金門178平方公里的面積上 使得金門每平方公里 平均落彈約1300多發 小金門落彈量 每平方公里更高達7000發以上 最難忘的是相當的多 我一直想要忘掉這些事情 因為提起來以後 很多傷感的事情 其實那都是小我的問題 至於大我的方面來講 就不應該有什麼難忘 難過的問題 但是最難忘的事情呢是 就是我們有很多老兵不談 新兵、沖元士兵表現得非常的好 謝謝 謝謝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